新奇晚上在东欧捷克举行的一场名为良心不能买卖的音乐会 多位知名艺术家佛裕一起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全员以及高知胜律师的蔡库博海 参与本次音乐会演出的主要有捷克著名歌唱家马尔塔古宝索娃 中提琴演奏家伊特卡霍斯普洛娃 演员杨波特女神来等等 和2012年在捷克参与院举行的声援法轮功和高智胜女士相比 本次有更多的艺术家参与 本次音乐会的特邀嘉宾 现工作在德国一家跨国公司的电气工程师 法轮功学员郭俊峰先生 讲述了自己在中国坚持信仰而受到迫害的苦难经历 其成述朴实无华而触动人心 赢得了英雄般的敬重 和本次音乐会唯一一次全场观众起力鼓掌 这次音乐会它让我非常感动 每个音符背后都有对承受苦难人的鼓励 还有对他们的安慰 对自由的渴望 我希望中国人正在被关押在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 也听到这些正义的声音 捷克中替秦家 伊特卡霍斯普洛娃 特意演奏了一曲 由法轮功学员音乐家创作的乐曲《德度》 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捷克政治家卡特里纳扎克认为 捷克人努力摆脱了共产极权统治 获得了自由 希望幸运也能降临到中国人身上 想要他们帮助 我们帮助我们 自由的世界上 在1989年 非常重要的知识 让他们关注我们的世界上 让他们不是我们的同一样 他们给予我们的希望和力 和能力的关注 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中国也能够提供 这些人在中国 沙安娜教堂 是捷克在已故元总统 马斯拉夫哈维尔夫妇 倡议下 成立的愿景97基金会的文化中心 新台记者中原雅尔卡捷克报道